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随琴扶送的一个袋子 非常精美的手工 无论是那些细节位都很漂亮 和平时买的纯黑色的尼龙袋都是有些分别的 摸下去的质感都很厚实 保护性都挺强的 另外面上还有一个拉链可以放到一些小配件 例如Tunner、Cadpo 还有这个很漂亮的自家品牌的logo 而这支的小吉他其实就有五个颜色 分别是AM 恨奶白 GG 光辉金 QS 灵静灰 BA 亚罗纳 还有我手上这支活生胡骨 LC 现在事不宜迟开给大家看 在我手上这支就是A New New UC10 LC 即是活生胡骨颜色的小吉他 我转个身子给大家看一下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支小吉他 大家看一下琴头的logo 印有他们自家的彩虹人logo 我们看一下琴身 就是他们的一个独特五个颜色的其中一只 就是活生胡骨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 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类似皮的墊 我想功用像吉他的Pick Guard 在Show Chord或者行咒的时候 就不会刮花的琴身 是一个非常细心和美观的设计 除此之外 大家看到它的颈子 我摸下去是非常顺滑的 在演奏上就不会太不舒服 是一个细节设计得很好的地方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会演讲给大家听一下 大家听一下它的声音是怎么样 我们先看一下 至于有这个想法 你非常容易的 这些声音 就是这样的音乐 是最好的 热情 我的 是 我们又回来了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支新的UC10LC之后 觉得它的声音是怎样呢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 以下来我会为这支UC10LC做我个人的评分 首先在手工方面 如果5分满分的话我会给它4分 好像我刚才所说和演奏的时候 发现其实它这个颗都真的做得很好 还有线是非常贴的指板 弹下去都不会太辛苦 是非常适合初学者的 而第二外观方面 我会给它满分5分的 因为它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颜色 无论真的在家演奏 或者是摆在自己的studio 都是一个非常抢眼的效果 第三个音色方面我会给4分 因为我知道这支木材是用云撒木来做 所以就需要多点时间去开声 一开始听下去未必那么重共鸣感 但是会慢慢越弹越漂亮的声音 而价钱部分方面我会给5分 因为一支这么漂亮的Hawaii小吉他 连上它这么精美的包包 其实加上只是766元 是一个非常非常抵的一个价钱 因为这支吉他实在太漂亮了 我想大家都应该会被它吸引住 大家也可以多点留意我们的网站 IG、Facebook和YouTube频道 我们有越来越多优惠和资讯 会带给大家的 那大家记得订阅和like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